現場民眾等待排隊領取物資 這也是草屯鄉工作前中廊 由社會各階級政府相關單位 共同舉辦寒冬送軟物資發送活動 發送白米、麵條、衛浴用品等生活物資 給中療150戶弱勢家庭 現場還提供液檢、牙醫健檢等服務 要讓民眾增加喜氣好過年 社會處配合到我們主辦單位 還有我們的三清慈善會 還有很多為我們相關的社會團體 當時來我們中療鄉發放寒冬送軟物資 讓我們的弱勢家庭在過年前 可以接受到我們社會的溫暖 我想我們社會的進步 這間口冷也要有一點 所以今天我們在中療來辦理寒冬送軟 當然我們其他鄉庭也會錄秀 都來辦理有意義的工作 藉由這次的捐贈物資活動 可以讓中療鄉弱勢家庭 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有句話說 師比獸更有福氣 現場許多志工 利用假日時間前來義務幫忙 除了可以充值自我的人生 還能將社會的溫暖持續傳播給弱勢朋友們 我覺得非常開心 那可以看到大家都這麼踴躍的來參與這個活動 那真正看到一些好像有需要幫助的人 那我們能盡到這一點點力量 我是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想 可是我只希望他們能開心能快樂 就是在我能幫助他們之下 雖然我沒有辦法幫助他們什麼 就在剪頭髮 讓他們可以過個好新年這樣子 議員廖宜賢也加入幫運物資的行列 並說到 感謝志工們的付出 讓中療鄉親可以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也期盼透過這次的活動 可以讓更多社會各界人士 關注中療弱勢家庭 幫助他們走過低潮 這個社會 處處都真的溫馨 真的很多選手都來做選手 今天像這種場面 也覺得很溫馨 我們大家當然 如果做得到 都有錢出錢有來出籃 來幫助我們這個社會 這裡的滋素團體 可以讓過年更好過 大家都有這個選心 感謝你們大家的關心 若是朋友們 需要社會各界的關心 期盼透過這次的拋傳引譽 能夠吸引更多社會各界人士 關心弱勢族群 民意新聞 莊博君 中療採訪報導 好 其實 Station 孔 林 工